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特别总结了过去将近十年金砖国家发展的历史 同时也勾勒出未来第二个金色十年的愿景 当然作为主人 中国大陆送出了大礼包 宣布要送五亿元人民币 就是大约折合台币23亿 来作为未来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的发展基金 不过所谓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这十年来金砖五国可以说各有各的难题 特别是面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外界戏称所谓金砖五国已经吞色 现在只剩下一金四砖 除了中国大陆的经济还是呈现跳跃成长之外 包括了俄罗斯 巴西等国GDP都是负成长 而后来才加入了南非 也饱受缺电的困扰 只维持不到1%的增长 那么下一个十年 大家心中的疑问 金砖五国还能够突破困境再创辉煌吗 我们的报道 尽管会前中印动朗对峙风波不断 金砖五国领导人依旧手牵手齐驱厦门 东道主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更以会议所在地 闽南流星雨为金砖峰会揭开序幕 很高兴同大家相聚在风景宜人的 鹿岛厦门 这类人常爱讲一句话 爱拼才会赢 这其中映含着一种锐进取的精神 作为中共十九大召开前 也是中国2017年下半年 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峰会 意义更甚以往 习近平首先为金砖国家 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 送出五一元人民币大礼 并出资四百万美元 支持金砖银行营运与长远发展 对照开幕前 在于上海举行的金砖银行奠基仪式 一度被唱衰 只剩一金四砖的金砖国家 又让人眼睛挥之一亮 通过厦门会晤 大家金砖五国和一些新建国家 达成了很多共识 这也实际上也是彰显了通过开放包容 合作团结 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世界 也才能进一步彰显和平发展 仍然是世界的主题 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 金砖五国会被唱衰 其实其来有自 首先是最早提出金砖国家概念的 投资银行高盛 在2015年 自己先把最初的金砖四国 并入新兴市场发展基金 认为他们经济发展潜力 已经不如预期 主要原因就是这些金砖们 各次都面临了经济周期的困境 像是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 GDP在2013年至2016年间 陷入负成长 奥运负债累累 加上贪腐平均的巴西 也不遑多让 南非虽没有出现负数 但也只能维持 零到百分之一的增长 最后只剩中印两国 虽然能保持强劲增长 但却在领土问题冲突上 让人看尽 只用地系强 经济全球化 遭遇更多不确定性 世界和平与发展之路 还很长 前程 不会一路弹 金砖国家发展 难免遭遇 不同程度的逆风 但是金砖国家 不断向前发展的 潜力和趋势 没有改变 我们对此 充满信心 将习近平讲话 配上动画 金砖五国厦门峰会 希望更以平易近人的方式 向世人传达 金砖依旧潜力人在 特别是本次峰会 更以金砖家的概念 邀请埃及 几内亚 墨西哥 塔吉克 泰国领导人领会 为扩大金砖规模 谱下序曲 在《极限中》 的重点声称 他在开放了 他在开放了 有组织的发展 他在开放了 你认为 你认为 发展民主观 尽力的发展 尤其是 尤其是 中国、印度、西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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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能够 成为新的 务力 能够成为 我认为 它是 预则在设计 我认为 这个 最终的 中共的 中国的 法院 是 最大的 掌握的 法院 世界 I don't say this to please the president, it's my honest opinion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ideas for exampl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win-win relations these are much more advanced ideas than in the West 以賽車比喻五國同行協力 衝破重重難關 金莊五國成立超過10年 從另外一項指標來看 成員國間際占全球比重 從12%上升到23% 貿易總額從11%上升到16% 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50% 特別是2016年後 俄羅斯與巴西的經濟已經開始復蘇 這對金莊五國而言 也許最壞的時光已經過去 千年朝未落 風起再揚翻 讓我們共同努力 推動金莊合作 從廈門再次揚翻遠航 開啟第二個金色十年的大門